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有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一千零三十二集 打劫白小春 浩尔 浩尔 白小春喃喃 在那激动中如同一个孩子般 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这笑容当初在通天世界时 经常能在白小春的脸上看到 可如今在经历了一切后 已经成为了宝贵 在这腿肺中 在这消沉里 白浩浑的波动 犹如黑夜里亮起了一盏灯火 使得风雨寒夜内的白小春在那寒风中感受到了温暖 一如当年师徒二人在蛮荒烈灵铺内相依为命的回忆 在这小县城里 在这残庙内 当初扬声起时 白小春彻底醒来 他双目开合的刹那 就立刻看向自己的右手 似乎生怕一切的一切都是自己的一场梦幻 直至他看着手背上的疤痕 一次又一次的神识感受后 他才长长的松了一口气 白浩没有死 或者说 他没有彻底的灰飞烟密 魂飞魄散 或许是守灵人最后的手段 又或许是白浩的执念 使得白浩还剩下了一丝残魂 这残魂就是当初白小春一把抓去时 那落在他手背上的火苗 只不过这火苗太微弱了 随时可以消散 尽管溶在那疤痕内 可白小春的心不静 在那一连串的波澜风暴下 他无法察觉到 这疤痕内微弱至极的魂的波动 直至如今 在这小县城内 在那消沉中 在那苦涩下 在那日出日落间的 满满死寂中 他终于地 感受到了疤痕内 那微弱的 几乎难以察觉的波动 浩尔 你还陪着我 你还陪着我 白小春口中念叨着 笑容里有心酸 也有悲伤 他拿起酒壶 下意识地就要喝一口 可酒壶一空 浩尔 这里的仙人醉 是个好东西 白小春自言自语 按着有些痛的额头 起身 重新去了酒房 回来的路上 他一边喝着酒 一边说着话 路上的行人 在看到这一幕后 一个个都神色古怪 还有不少 赶紧就避开 白小才疯了 他都开始自言自语了 他说的浩尔 应该是他疏童吧 哎呀 也是一个可怜人哪 来自小县城的众人 指指点点 白小春 似乎没有听到 直弱妄闻 原本 他只是活在 自己的世界里 封锁了一切 如今在他的世界中 多了白好 似乎整个天地 只剩下了 他与自己的徒儿 一边喝着酒 一边喃喃 白小春渐渐地 身体又无意识地 摇晃起来 一步步回到了庙宇外 靠着残壁 看着天空 目中的迷茫 又浮现出来 白好魂的波动 是他黑夜里的灯火 照亮了时机 让本已经不愿意 思索未来的白小春 再次有了思绪 浩尔 你说 为师该怎么办 是继续去找 通天世界的人吗 可我已经找了 从第一次苏醒 就开始寻找 只是我找到的 都是尸体 浩尔 你还记得北寒烈吗 哦 对了 你不认识他 我看到了他的尸体 白小春摇头苦笑 大口地喝着酒 我不敢继续找下去了 可我又该怎么做 在这陌生的世界 陌生的天地 你要是能醒过来就好了 可以帮我想想办法 白小春轻叹了一声 看着那天空的太阳 渐渐昔下 看着黄昏的余晖 洒遍每一处角落 直直快要天黑时 他再次醉了 习惯性地爬了起来 去了酒房 当载着一整壶酒水 踏着夜色再次归来时 酒壶的酒又少了一半 他的醉意更多 醉生梦死 逍遥痛快 白小春喊了一声 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他就哭了 跌跌撞撞的 拎着酒壶 到了破庙前 似想要迈过门槛 可却失去了力气 扑通一声就倒了下来 醉意过去 手中的酒壶滚到了远处 不多的酒水溢出了一些 四周是一片漆黑 只有远处小县城内的灯火 朦胧中透着光亮 可却照不到 这残妙的区域 只有冰冷的风吹来 无论是将满地的枯叶滑动 还是四周竹林的轻微摇晃 都露出了阵阵的萧瑟 渐渐的 随着深夜的降临 四周的风更大了 那滚落在一旁的酒壶 在这风中晃动 被吹得向远处滚去 一路发出咕噜咕噜的声音 直直陷入到一处小洼底内 被一只脚直接踩到了泥土中 这醉鬼早晚得喝死 不过说起来 这醉鬼的钱财倒是不少啊 都喝了几个月了 居然还有钱财 我们呢 也算是做了件善事 与其被他糟蹋了钱财喝死 不如把钱财给我们 我们也帮他一帮 送他去和亲人团聚 寒风中 三个县城内的脾汉 从竹林内走出 墓中带着贪婪与戏嘘 看向庙宇门边 躺在那里的白小淳 这三个痞汉都是小县城内 繁俗的帮派之人 他们早就注意到白小淳 原本没怎么在意 可一次次的看到 白小淳去买仙人嘴 看着他似乎取用不完的银钱 他们不由的心动了 这么一个醉汉 口袋又很丰厚 在这三个痞汉眼里 这就是一头肥羊 此刻走出竹林后 只有一人快步走向白小淳 另外两个则是在四周望风 实在是对付这么一个 晕醉的秀才 他们中任何人独自救客 孙武 赶紧在了 咱们去粉秀阁 好好快会一番呢 那两个望风的痞汉笑着开口 被他们称呼为孙武的汉子 没有半点犹豫 更是没有丝毫的顾忌 快步就到了庙宇旁 站在了 醉睡在白小春的身边 白小赛 早死早投胎 我们帮你一把 孙武目中有寒芒 从怀里拿出一把匕首 向着白小春的心脏 狠狠的刺了过去 他们三人 平日在帮派里 有着寻常百姓 感受不到的经历 手中也都有人命 虽算不上什么人物 可也都是心狠手辣之辈 他们从来就没想过 留着白小春的性命 这种外来人死了也就死了 若是没死的话 丢了钱财去报官 他们三个也会有些麻烦 此刻出手就是要杀人夺财 那匕首在月色下散出森寒之芒 眨眼就刺到白小春的胸口 那手持匕首的孙武 嘴角带着冷笑 甚至都想好了下一幕的画面 知道这秀才必定在疼痛下睁开眼 而他也做好了准备 另一只手抬起 就要按向白小春的嘴 不让他放出声音 这种事他不是第一次做了 可就在匕首碰触白小春胸口的刹那 一幅仿佛刺到金铁上的繁振 因酸武用了打力 此刻在这振动中 短时让他吃痛的惊呼一声 手中的匕首不知为何 竟咔得一下刀板碎裂 孙武愣了 此刻手都发麻 甚至虎口在这帆阵下都裂开 地下鲜血 孙武赶紧的干什么的 远处二人因着四周漆黑 看不清晰 不耐的低喊了一句 孙武深吸口气 看了看碎裂的匕首 又看了看昏水中满身酒气的白小春 他觉得应该是自己的匕首不结实 于是转头从同伴那里 又找了一把大刀 向着白小春的脖子狠狠的一刀落下 咔的一声 比之前还要强烈的反阵 顿时就让孙武残叫一声 双手都要断了 身体被这反阵直接掀了个跟头 倒在地上后 半天没爬起来 至于那把大刀也都直接碎裂开来 散落在四周 而昏水在那里的白小春依旧憨声不断 从时至终都没有半点反应 似乎无论是匕首还是大刀 都不如蚊子咬一下有感觉 这一幕 顿时就让孙武以及另外两个痞汉 都额同冒汗 眼睛圆灯 身体都颤抖起来 一幅见了鬼的样子 他 这 这怎么可能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